肥胖已成为全人类的首要健康问题 世界肥胖联盟 World Obesity Federation 将今年3月4日 世界肥胖日主题定为全民皆需行动 Everybody Needs to Act 呼吁每个人都应该要正式肥胖议题 世界卫生组织去年6月公布 2016年全球肥胖人数 已是1975年的近三倍 2016年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 过重者超过19亿 显然这已成为全球的健康挑战 欧盟委员会也在2021年 将肥胖归类为慢性疾病 与肥胖相关的慢性病 包括第二型糖尿病 代谢症后群 心血管疾病 退化性关节炎 癌症 睡眠呼吸中止症 忧郁症 非酒精性脂肪肝 不孕症 胃食道逆流等 依据2020世界卫生组织身体活动 与静态行为指引 运动可以改善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高血压 糖尿病 心理健康和睡眠等 建议成人每周至少运动 150-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 防疫期间也可在家运动 不需任何工具 亦可在家做伸展 抬腿等运动 血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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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